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今天呢,我一定要來炫耀一下 這個箱子我預計是放石英的喔 來喔,預備唄 超多的吧 因為我去地獄啊 把我眼睛看到的石英全部都挖回來了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多 可是其實因為我們要四個石英才能做一個石英磚 所以其實不多耶 除以四的話我這邊大概只有八組吧 好,那我今天就是要用一大堆的石英 他們是今天的主角喔 我看一下喔,我應該... 好,這樣吧 我就留一點點給紅石好了 我今天想要先醬 然後就是四個啦 4比1,我們先做一個石英磚 做完了,最後半組 好啦,那我現在就是要把石英... 再等一下 補充範蠢啦 居然,真的還有 哈哈,我要用石英像醬子做成石英磚 然後把磚疊回去 它就會變成像醬子 浮雕石英磚 這個還滿漂亮的喔 其實我非常喜歡 所以多做一點吧 然後如果這個是石英啊 我們用石英疊起來的話 就會像醬變成柱狀石英磚 這個做裝是也滿漂亮的啊 我們也做一點 好,今天我就是要來改造一下 首先就是這裡...喔,居然... 醬 醬 然後延伸出一格 那這裡呢,我要放這個 石英柱 醬 有沒有,看起來就變高級了 那...喔,這裡 這裡,這裡應該也要是石英柱 這樣 好啦,差不多 再來就是這裡 我要把它挖掉一整條 我要放一整條的石英柱 嘿 OK,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感覺啦 然後呢... 嗯...喔,這裡 這裡應該也要是柱子對不對 OK 然後... 這裡也要做一條這樣,延伸過來 在...這裡 這樣 這樣 OK 嗯,看一下喔 啊,這邊,這邊應該也要是柱子 喔,這邊,這邊也要是柱子 欸,這樣有對著 喔,有有,剛好 OK 嗯,可是這樣的話,從這邊看就很正常 從這邊看就很柱啊 呵呵 然後呢 嗯... 這裡啊 我覺得 應該也要是石英 因為我從這裡下來的時候啊 這裡 應該要 一整面全部都是石英對吧 那看起來比較厲害 呵呵 這裡我先放一下 醬 應該還可以吧 好啦,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通到底好了 欸,等一下 欸,居然 我的石英快沒了耶 好快喔 我有很奢侈嗎 嗯,好像有一點喔 呵呵 管他了,再挖就有了 好啦,通到底 醬 好啦,好像居然還不錯耶 如何 其他的啊 只要不是柱子的地方 我全部都要換成浮雕石英磚 呃,例如說這裡 還有 這一面牆 這一面 這一面 還有 天花板 我全部都要換成浮雕石英磚 這樣子的感覺 會不會很奇怪啊 這樣勒 會不會很奇怪啊 好啦,不管啦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鋪了才知道 OK 我鋪完囉 喔 預告一下,超猛 來,預備 1 2 3 是不是 超猛的 呵呵 好白喔 超奢華的耶 我石英真的花光了 全部花光 那 我鋪完的時候啊 鋪完天花板的時候 發現它真的超級暗 幾乎是全黑色 所以我就 鋪了這兩個 呃,做了這兩個燈 那 從剛剛卡掉到現在啊 其實過了非常的久 因為 我的石英 全部用光光 一點都不剩的用光 天花板大概只能蓋到一半吧 然後就不夠了 所以 嗯,我就 又去地獄挖了一些啦 所以 花了一點時間 然後這裡啊 我把天花板提高一層 因為我在蓋的時候啊 發現 欸 我們這邊高一層 那我們這邊也高一層 這樣的話 我們中間啊 中間這一條 中間這個區域 就可以把它打通 對不對 這樣整個天花板就挑高了 超棒了吧 然後這裡啊 就是我們放箱子這個洞洞 這裡 這放什麼的啊? 喔,對對對 這個地方呢 我們本來是一個洞嘛 那我想說 我就把兩邊也都挖成洞 這樣看起來應該就比較協調吧 應該還不錯吧 欸 這裡放錯了 這裡 嘿 這樣子 OK 差不多吧 那這些洞要放什麼 我還沒想到 我們以後再一起想吧 那這面牆呢 我算了一下 這邊是4x3嘛 剛好我記得有一種畫是4x3的 欸,豪宅裡面有一兩幅畫是正常的吧 所以我想要在這裡放畫 好 我們先把這裡給解決掉 這一塊 我們先把這裡打通好了 我看一下喔 這樣子的感覺 喔,好像挖通真的比較好對不對 好,我們先把這裡全部都挖通 喔,挖通是這樣子的感覺耶 好空曠喔 我覺得不錯耶 呃 我先拿一些地獄磚 然後還有 木頭 呃 我們先把這裡的天花板鋪成銅材質 然後啊 這個屋頂我們上一集有提到 它真的太暗了 所以 我應該在這裡放個燈吧 喔 對不起 我想要放這種啦 正方形的燈 把它放這邊 這裡是正中間沒錯吧 對對對 OKOK 那這邊有沒有正中間 欸沒有 那我在這裡挖一個正方形的洞 然後中間這四格是要放螢光石的地方 這樣 嘿 嘿 OK 這樣這邊就是一盞燈啦 那我這邊再蓋一盞 欸完成 好亮啊 量超多的 太感人了 那旁邊的部分我就全部都鋪成 這什麼 就這個啦 喔山木材 對 全部鋪滿山木材 哇 鋪完長這個樣子啊 嗯 呵呵 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 再 再不協調一點 這三個區域分得太明顯了啦 嘿 這樣有比較好嗎 呵呵 我想要讓它有一種交融的感覺 可是好像沒有比較好欸 呵呵 那就是這裡啦 我看一下喔 我們還有什麼素材沒有用過的啊 喔 有很多樹葉 看一下喔 欸好 那我們全部把它改成樹葉好了 這樣子 嗯 有點空洞欸 不管啦 我們先全鋪再說 登登 好啦我鋪完了 我覺得兩層差不多欸 我鋪了兩層樹葉 跟我想像的差不多 嗯 好啦我們就這樣吧 那它剛好可以看到一點點天空 再來就是啊 啊 這部分啊 這個交界 我想要 做一點木頭把它擋住 我們用亮一點的顏色看看好了 這樣 喔 好像還是不行欸 好啦 樹葉的部分可以啦 其他部分 哈哈 我沒有想到其他方法再說好了 先放著吧 好啦 好啦 我覺得我們這次 呃 房子 變得 有好看一點吧 好啦 至少天花板 有比 本來好看 哈哈 唉呀 好啦 那目前最愛觀瞻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就是 這個洞 喔 不知道要做什麼欸 我想要做成 全部填起來 讓它變成 就是走到這裡的時候 不是一個洞 而是一道牆 那 我可能可以在牆上放一點裝飾品啊 比如說啊 畫啊 書櫃啊 各種東西之類的 或是 我真的把它底下做成熔爐式好了 好啦 我私底下再想想看好了 好啦 那 今天我們做的天花板 豪宅升級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新影片 別忘了按個訂閱喔 我是巧克白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別忘了 他也可以按照 沈孔 有些人 有時到 是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